平溪地区没有动物诊所 民众要带毛小孩施打狂犬病疫苗 都得舟车劳顿到外地去 好在有新北市动宝处 每年安排受益师到平溪 为毛小孩来施打狂犬病疫苗 让世祖和宠物审去车程 全面照顾到偏乡的毛宝贝 有通知单 对 从平溪国中那边 这样究竟可以打是还蛮方便的 对啊对啊很方便 因为它这个规定是 每年都去 世祖都需要带宠物去试打狂犬病 每年都需要做一次这样的动作 那因为我们平溪区没有动物医院 那民众就是也不方便到外区的话 在动宝处就比较贴心的服务 好到我们本区来服务 民众都不用到外面去跑一趟这样子 今天上午10点钟 新北市动宝处的兽医师 准时来到第一站平溪区公所 准备开始今天的狂犬病疫苗施打服务 而由平溪区公所 饲养多年的爱犬 米鲁更是率先施打 只见他对于打针 似乎完全不感到害怕或是紧张 就连针扎下去也是面不改色 让围观的民众都直呼好可爱 今天在公所就是10点到整个上午 然后下午会在鼠郎市民活动中心 然后再来到要到10月6号 还会有一场在林角市民活动中心 也是上午10点到12点的时间 平溪区公所表示 为毛宝贝定期施打狂犬病疫苗 是势主的责任 不过对于没有宠物医疗院所的偏乡 要接种疫苗只能求援 因此为了造福偏乡的毛宝贝 东宝处的狂犬病疫苗服务注点 来到平溪区协助施打疫苗 要让平溪地区的毛宝贝都可以 就近接种疫苗提高保护力 借成为平溪采访报道